我早就看到他了 刘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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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拍得累吗 你今天拍摄 牌不累 很累啊 因为心疼你 我才来接你的 要不然我都不来 我都觉得你一定有点莫名其妙 我怎么目前 我不是回你了 我看那些 是你到了直到下午三点都没来找我 两点才起来 对啊 是我给你打电话 你两点才睡醒 那睡醒又如何呢 两点睡醒 然后我五点钟 我不总是跟你说 我上飞登机了 晚上九点进来接 我回的很好 那也是后面的事情 我会觉得你今天一天 为什么两点之前都不发一条消息 两点前都没起床 那又怎么样呢 那以前都会啊 以前都对牛弹听谈太多了 一天对空气讲话 什么对空气讲话 昨天晚上不是聊得好好的 昨天晚上是不是好 昨天晚上是不是好好的 你起来你跟我说的不一样吗 不一样 而且我这一天我都在睡觉 我刚才起床了我还在睡 因为我会觉得 昨天晚上明明都好好的 你突然一下子不回消息 怎么没回消息啊 你找我 我立马回你 我只是早上你没起床之前 我给你讲了之后 我还要回去睡觉 对你就讲一声啊 这样子来心里 然后你看到你也不会回 我心里就会舒服一点 那我之前讲你也不会回啊 我之前不只可以找你 你也没回 那我早上跟你干嘛包围 你跟我讲 这个这段时间干嘛了 这段时间原因 又不跟你讲了吗 我今天早上我这样发给你 你就说好 我知道了 你跟你也是回个这个 之前我这样发 你也是好 我知道了 对啊 然后我就 我一直在睡觉 然后我就会说我去干嘛了呀 那我去干嘛 我又不跟你说了吗 我去机场了 我今天就睡觉回去机场了 就是两件事情 一刚好起了个假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又 好累啊 你又开始了 我还会觉得你又开始了 又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想一下问题了 因为我要是就是说 如果说我不是心疼你 我就会 我就不会来机场了 我刚刚就是在纠结 我还该不该来接你呢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昨天晚上明明都好好的 然后今天一天 为什么就一条消息都不发 什么叫一条消息没发呀 是我先给你打电话 你才来发的 你才起床 你又没起床前面 我之前每次我早上起来给你发发 你也没回我 那我起床就会 之前发话就发个好的 那我起床就会跟你说呀 我就会说我去拍摄了什么之类的 现在起床不也跟我说了吗 有什么区别呢 你在起床不也跟我说了吗 就是有区别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这样子 我没有突然这样 你看你发 而且你看 你发给我之后我就立马回你了 我看到之后 我立马回你了 然后我就问你 那我当时我就在 我就不在你家吗 我当时不在家收拾东西吗 你问我就干嘛 在你家 而且你给我打电话之后 我就立秒接的 我当时还在那个洗漱 我看到之后秒接 因为我不回你 你就说的好像我不回你消息一样 你给我打电话 当时两点钟起床给我打电话 我就秒接 秒接完之后我就问你 这是李超家吗 我要这个东西过去 然后我去机场我也跟你说 我去机场了 我打完九点钟见 你开完来接我不 我现在跟你说 你拍的时候你也没跟我说你去拍了 你就直接后面就是我到T我到B2 网约车停车场了呀 怎么了 好像我不回你消息一样 我也没有不回你消息啊 我在干嘛呢 我说的是你两点之前 那这样都没睡醒 我也我也在睡觉 而且你给我打电话之后 我知道你醒了之后 我就不给你发信息了吗 你没睡醒 我给你发信息 我不是对你又弹琴吗 那以前都会 而且昨天晚上明明聊得那么好 我在纠结这个事情 我今天晚上我一见到一直在睡觉 我事情很累 我今天一直在睡觉 今天头也很懵 我有空 我今天早上就在睡觉 你有空 不可能五秒钟的时间都没有吧 那我今天每次给你发完之后 你也不回我 要不就不回 要不就是发个好的 我知道了 什么每次 哪有每次 之前不也是 你一直在说这天的事情 这天也是 这天不是我都说了吗 这天为什么了 之前不也是吗 你看 我都不说了 这天为什么了吗 之前也是 之前怎么是了 之前我 我 你当时有事送我 然后我给你发消息 然后我就说你回家 到处说一声 那你也没发给我 那晚上直播 我问你都没有发给我 你说你关机了 对呀 那就是关机了呀 那就是关机了呀 好险的 我都骗你呀 那今天我就会觉得 你手机不还在 今天我就会觉得 有点莫名其妙 你当时没睡醒 你睡醒了 我不给你发了吗 是我先给你打电话的 对 我知道你睡醒之后 我就一直给你发信息 你给我先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呢 我会觉得就是 昨天晚上 你先给我打电话不行吗 因为我觉得昨天晚上 明明都好好的 我晚 你看你 你昨天晚上跟我讲一声 说叫我睡觉前 给你发一条 跟你说我睡觉 我给你发了吧 你不应该就早上起来 睡觉我起来了吗 我早上起来 这样子就不会 睡觉 我今天早上 我昨天没睡好 然后我昨天睡了三个小时 然后七点钟就去上课 你昨天没睡好 你可以再有功夫 在群里发消息 就没不功夫 给我说一句起来了 两秒钟的事情 但是群里才发现 不是他们降热搜的事吗 那热不热搜的 你也没起床啊 我发给你 你也回不了我 这有什么好纠结呢 然后你起来之后 打电话我就秒接了呀 难道我起来了 我不会看到吗 你也不回我啊 你之前 我怎么不回你了 你今天起来给我打电话 我是不是就立马接了 我是不是立马接了 我的意思就是 为什么你醒了不说一声 不行了 我又回去睡了 就是你 因为我还看到你在群里发了消息 你说我醒了一定要跟你说呀 然后你醒完给我打电话 我就秒接了 秒接完之后 我去机场我也跟你说了 我的行程都在给你汇报 反正是你的行程 没跟我汇报 你看我今天 打完电话 我就跟你说 这比较加地址吗 然后我就说 我就等机了 然后怎么样 你也没跟我说 你去拍摄了呀 就直接来了一个 你到别二停车场了 你也没跟我说 你拍摄了 你都没跟我汇报过行程 你还突然来 不知道 说这是干嘛 而且你昨天晚上也没有跟我说 早上起来 起来一定要跟你说一声 早安啊 怎么样 这还要说 你早上也没起 你早上怎么没起来 这还要说一声吗 因为我感觉昨天晚上 明明很好 我们对 又一起打游戏 然后还视频了那么久 我觉得很好 我早上也很好呀 你打电话我也秒接了呀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 为什么就是 突然这样子 你打电话我也秒接了 什么突然这样子 该发心里我都发了 我今天头很晕 我刚才发的信息我也发了 而且我去登记了 我有个汇报行程 我在干嘛 我今天就要干嘛 我就要睡觉 睡完觉收拾行李 睡完行李之后 又躺了一会 然后去机场了 登记的时候我也跟你说了 然后在机场上又在睡觉 马上就落地了 我今天就干了这几件事情 然后我去干嘛 我都跟你说了 而且你当时也知道我在干嘛 你给我打电话之后 我一起完早 我一看到 我就立马接了 我又跟你说 哎 我在洗澡 要收个东西了 然后 之后 我就问你 这几个小地址 然后我登记 我去机场登记的时候 我也跟你说了一声 也汇报了一下 反正是你去拍摄的时候 你都没跟我汇报 你现在有跟我说这些 你去拍东西 你也没跟我说 那你今天都 你今天还跟我说 你十二点去拍东西 然后现在就两点才起 我不知道 我睡觉前不是跟你讲吗 我四点多睡的 对啊 然后你跟我说十二点去拍东西 对啊 你不两点才起 那我四点多睡的 我两点起有问题吗 我也是两点多给你打个电话吧 我看你一天没找我 我也是三四点睡的 你起来 你打电话给我 我就照你起来了呀 不然你没起来之前 我跟你发信息 你也不是在干嘛 而且我当头也很晕 我也在睡觉 我也我三点多睡了 睡完之后 虽然 虽然 睡了 睡到七点钟起来了 不是 那我当时起来的我又回去睡了 我一直在睡觉 我今天头很晕 你知道我就是纠结的就是一个点 就是你花三秒钟的时间 可以发一个你起来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这样发给你 你也不回我呀 昨天晚上我们聊的那么好 我不可能起来不回你 我前两天不回你是有原因的 之前也不回我 之前我们每次 我每次在学校 我还跟你说 还会给你多汇报行程 对 说完之后 你也没有跟我汇报你的行程 那我每天在家里 我在干嘛 你不知道吗 而且你每次之前在学校 你说一声 那你之前我跟你说过 然后让你多说一下 你行程你干嘛吃饭 你也好跟我说一下 你也从来没跟我说 那你不跟我说之后 我又想你不想跟我说这些 那我就 少跟你说这些呗 而且你起来之后 我不是立马理你了吗 我也没有不理你 而且你给我打电话 我就立马秒接了 那我也跟你说了 我今天的行程 我都不懂 你给我打电话 我不理你什么样的 你说这变得怎么样了 我我也只我也没有在指责你的意思 我就觉得就是我会心里有点不安 就会觉得就为什么 明明你要做好啊 你就做完美 你多跟我分享你的生活啊 反正是你每次你去干嘛 你也不会跟我分享 我甚至都不知道 你是哪天飞到杭州 那都是前两 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两天的事 那两天不是多说了有原因吗 之前也是 之前每次你去干嘛 我也不知道 你就跟我说你 难道你不知道 我每天都在家里吗 我在家里跟你分享什么 那我今年我也在学校睡觉 你的意思是 你这样子说 我们把聊天记录拿出来看呗 你不要总是就看那两天 看那两天的事情 可以 谁怎么 来 走 来 来找 找不吵架 找那种不吵架的时候 对啊 找那种不吵架的时候 找那种不吵架的时候 我都没这么聊天 你是觉得你好像你每次都在跟我对牛弹琴一样是吗 你看 就当时 这是去干嘛来的时候 我找个早上起来的 我今天早上起来不是没给你发 应该你继续找 这不用找 之前就是我们之前 在一起的都是当时在一起的时候 对你就找那种没吵架我们在伊丽的时候 我不起来我就立马给你发信息 我又不是没给你发 然后 你看 那你就说 你就说可以我起来了 对 你也没有回我 没有反馈我 我什么给你说的 我说你跟我吐槽 我还跟你吐槽 真的怎么怎么样了 那我还跟你说我去干嘛了 那我今天可以发逼像怎么样的 那你就直接来个可以了 我跟你说三件事情 那你就直接一个可以了 我起来了 你也没有回复我这些事情啊 早上给你发的 你看昨天晚上跟我说 你说你们玩得很开心 然后还出了点什么事情 我说真的出了什么事吗 然后我还给你发 我去买早餐吃饭的时候 那我还问了你 B站 我们今天可以 B站可以发吗 就是你当时说 你要减个B站 然后你就直接笼统的回个 下午三点半 四点钟起来了 回个可以的 我起来了 对这有什么问题 那你也没有 我每次跟你分享这些东西 我问你的话 你也没回我啊 我先问你 听完跟我分享事情 我就问你 真的怎么怎么样了 来你听一下后面 我发的语音 有没有告诉你 打电话 看到没有 你有空给打电话 对 这有什么问题吗 后面我一直在告诉你 怎么样怎么样 我重感冒了 我刚才上课 我下午就回了 那我是不是有没有 在跟你分享我的事情 什么叫我对牛弹琴 什么叫对牛弹琴 我又不是没跟你发 而且我今天 就早上起来 所以说你在翻 一直在睡觉 所以你在翻以前的事情干嘛 我没有翻以前的事情啊 你告诉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这哪一条我没有回应你 我只是在指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 你都没睡 你都没睡醒 我想你睡醒 给我打电话 可是你看以前呢 好累 要是你一定要回 你给我打电话 给我我就秒接 我也跟你分享了什么样 我是干嘛了 我又不是没跟你说 然后你现在就说什么 我不理你 我怎么又变得怎么样了 好像心思很恶劣一样 没有心思很恶劣 我只是会觉得有点不安 如果你要多跟我分享 这场话你就多跟我 你自己多跟我分享 我就会多跟你分享 我每次去干嘛 我也会跟你说 我还不安 反正是你每次去干嘛的时候 你也不会跟我说 我每次去干嘛的时候 我都会跟你说 我只会给你报备一下 我这时间点做什么 你这样说的我好像以前 有多不怎么样一样 你每个时间点 你都不会报备 你在干嘛呀 你有报备过吗 你要把聊天记录 你看自己也看了聊天记录 我怎么不怎么样了 我单单就是指昨天早上的事情 老是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说的我好像从来以前不跟你分享我任何东西 本来就很少跟我分享 本来就很少分享 我之前才会跟你说 过年的时候我也没有天天给你发视频 然后过完你我们天天待在一块 然后单单指学校的事情 学校的学校 然后你给我发的每天早上 我也是照样给你讲 我讲什么的 你们老是我以前好像什么都不干一样 我说的就是 单单就是指今天早上到下午的事情 我就是说 就是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的地方 就是你明明在群里都可以发消息 为什么给三秒钟给我时间 说你起来了都不行 我起床 我起床我跟你发 你起床跟我发的不是一样的吗 我知道你起床打电话了 不一样 而且群里我就发了一句 我就跟他们说 降约热搜的事 又变一句了 秦鲁明明说了三四句 就说了几句 你看你看 对啊这个 对啊几句 就是降约热搜的事情 我就说辛苦了 辛苦你们帮我们降约热搜 对啊 你看 嗯一个是辛苦他们降约热搜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最近他们安安利吧 这个时间段不太好 对 然后我就睡觉去了 嗯 你看就这两个 五十六分 没了 来上面 就是两件事情 五十六分 你就是我看到热搜 我说我说辛苦 四十五分 这中间有七分钟的时间 你给五秒钟的时间 给我滑出去 当时我不在看热搜吗 我在看热搜上面的事情 打一个我起来的 不是很难的事情吧 你起来 你又我现在就要打给你 我就要在那时间上打给你 你不是也是来 你要不要给我打电话吗 你就只要给我发一个 我起来了 我就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昨天晚上很好 我也觉得今天很好啊 你知道当时给我打电话 我接了 我也觉得很好啊 我当时有态度很差吗 没有吧 但是我就会觉得 你当时给我打电话 我是秒接的 但是我都觉得我们昨天晚上都和好了 就应该像之前一样 你起来了会给我发一条消息 就像我 你就像我睡觉前 你说你睡的时候给你发一条消息一样的 你别想到好像我把这个越吵越大一样 我违法 是你一直在翻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是你一直在翻我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不说了 不行 我违法 不行 我违法 不行 不行 我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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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每次我说了什么事情 你反过头来就一直指责我 没有 我违法 我知道了 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这个要生气 又是要吵 我没想跟你吵的 你也不是两点钟会变 我没有想跟你吵的 是你一直说我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显得我什么都不给你发一样 我只会觉得昨天晚上明明都已经很好了都明明很好了 真正的谈恋爱的人会三点之前一条消息不发给你吗哪怕你起没起床 没起来我当时也在睡觉 哪怕你起没起床呢 我当时也在睡觉 哪怕你还起来 哪怕你中途还起来过呢 给我五秒钟的时间都可以 都不会有这个事情 而且会越吵越大 是你一直在说我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你不说 如果你之前做得很好的话 那我肯定不会说你啊 你就之前每次要求我这个事情 你自己都没做到 我才会说 你要求我做的事情 你自己做到 我要求你什么了 我就要 你要我报备什么行程 我现在每次都报备 我要跟你说多分享对方的生活 我说完之后你也没分享啊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每个时间在干什么 你今天去拍摄 我都帮你几点去的 那我也帮你几点拍摄完的 又来了 我都不知道 你又来了 本来就是啊 又来说我怎么样了 今天知道我什么都登机的 你知道吧 你也知道我什么都送家走的 你三点之前不给我 一条消息没发给我 我去关心你这些东西干嘛 你都没起来 我明明都不开心了 你都没起来 不管我起没 你三点钟之前起来了 不管我起没起来 好吧 你都应该说 只要说一句我起来了 都 我都不会有这个不舒服的东西在这里 然后我现在会把这个价越吵越大 是你一直在翻我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本来是没错 那你还指责我干嘛呢 就只有你能指责我 我也很累 你昨天晚上叫我说一叫 叫我说睡觉前跟你说一声 我说了没有 我很开心啊 所以有这样早上去 对啊我很开心啊 你很开心 那你为什么不说一句我起来呢 我长起来我很头晕 哦 头晕跟你打字 就只有你能不舒服 跟你打字有什么关系吗 而且我今天一天都在睡觉 不舒服 我现在嘴巴都还发白 不舒服只有 不舒服只有 你不开心不想打字 并没有说你头晕不想打字 你头晕可以处理你的网上的事情 但是你谈恋爱的人 一个我起来了不愿意发 你觉得这说得通吗 你觉得这说得过去吗 你觉得这说得过去吗 你觉得起来我没给你发吗 这不是我起没起来的事情 明明都已经和好了 你给我打电话我也接 我又没有什么 很厌恶的表情怎么样 对我不会跑 好 我不知道 这点能吵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吵成这样子 是你一吵 我一跟你说这个问题 你就说我以前怎么样 才会吵成这样子的 我很累了一天 然后莫名其妙过来一辈子又指责我 我没有指责你 我就是说为什么三点之前 没有一条消息 好像 而且你打电话说我也接了 好像说什么 昨天和好了 然后今天我又不理你的感觉 我今天也理你了 我就是这种感觉 但我今天理你了 你给我打电话 那是因为我 那是因为我先给你打电话的 但是明明你就已经很早就起来 还可以处理热搜的事情 但是不能给三秒钟给我成绿一个 我起来了 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 而且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你起来都没给我打电话 你看你又在说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本来就是啊 现在是我们俩已经昨天晚上明明都和好了 都已经完全都什么怎么样了 就是因为你现在一直说我以前怎么样 我才会生气 才会把这个家吵大的 本来就是啊 你以前不回我信息 你也不回我信息就可以 我不能 又变成我以前怎么样 而且你找我的时候 又变成我以前怎么样 你起来的时候找我 我不是立马回你了吗 我又不是没回你 我要的不是说我给你打个电话 你回我 我要的是你明明三点钟已经起来过那么多次 还能处理热搜的时间 就是不能给我三秒之间 三秒钟的时间给我 就你成绿我起来了 如果你今天就是说 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会开开心心的来接你 并且我会开一个酒店 而且是你说的 有什么不开心不舒服的地方就要说出来 那我今天就是有这个不开心不舒服的地方 我讲给你听了 你现在只会说我以前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显得我成绿以前多不是人 本来 你看我之前怎么样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怎么样 你要不把今天把所有的聊天记录 网上一丢好不好 显得我成绿以前什么都不回你一样 对啊 你现在可以翻一个 就是那种我最没做到的 可能哪一条 你说你吃饭了 我没有特意at出来 没回你那一条 你往上一丢吧 没必要啊 对啊 没必要啊 你好像你能找出来一样 你还真的去找 我去找 我没找 你看你还真的在翻呢 好累 我根本就没有翻 刚刚还真的在翻呢 我没翻 你今天怎么样的时候 你自己行李有数 我怎么样了 而且我今天又没有态度 我对你态度不怎么 你找我说 我也是秒接了 也是秒回你的 又没有态度不好 我都不知道什么 说什么 就这样不开心 那如果有 好 我知道 我这方面我会做好的 我会做好的 我希望你也能做好 不然像你这样 你要求我这样 然后你没做到的话 我也会很不开心的 而且我这个人很记仇 我这方面 这都能落到记仇上去了 因为我莫名其妙给你劈了一段 因为这件事情 哎 莫名其妙也骂了一顿 谈恋 谈恋爱 各自先起床了 给自己的对象发一个早安 我起来了 是不是正常的事情 那你是不是应该正常的事情 你以前也不发啊 我以前也不发 来你好像你 你把早安完 现在你说要早安完 我又没有发过 你说的好像我一天都不会发一样 早安完 你早安真的很少发 早安真的很少发 确实你在学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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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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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Matter 咱们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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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